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照照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三宗新聞 第一宗是英國在3月20日發生了一個反疫苗、反口罩的大遊行 而這個遊行令到在黃營裏出現很大的分歧 他們的分歧是甚麼呢? 我們等一會解釋一下他們在意識形態上有甚麼分別 第二宗是日前有一個西醫 他在他醫務所表達了他對疫苗的看法 而這個行為與他的專業有沒有衝突呢? 而我們發現原來這個醫生 他過往是曾被裁定了他有專業失德的 我們等一會跟大家說一下 第三宗 藝人楊子瓶就在他的IG上出了一個post 是支持緬甸人民的 他出完這個post之後 黃營的人又有甚麼反應呢? 在這件事上 杜汶澤他都出聲 我們等一會就會說一下他們的批評是否合理呢? 在開始之前 請記得要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旁邊的鈴鐺 喜歡按傳播 你就不會錯過以後的影片 還有要留言告訴我 你對這條影片有甚麼看法 最重要是要廣傳我影片出去 令更多人聽到正常人的聲音 支持我們 輕輕鬆鬆找真相 在這個3月20日 在英國發起了一個 Worldwide Freedom Valley的遊行 他的口號和訴求是 反對疫苗、社交區隔為主 也大概有1萬人參與這個示威活動 當中他們高呼的口號就是 即使用來取消你的面膜 真的很瘋狂 看看 現場 今天值得一提 重點是 人數相當多 他們真的完全不戴口罩 整班都不戴口罩 其實是肺炎派對 是啊 真的很離譜 現在肺炎這麼嚴重 他們反疫苗 都已經有點古怪 還要反口罩 他反口罩之餘 他真的親身不戴口罩 不只叫人家不要戴口罩 這是肺炎遊行來的 很難理解 而且他的主題是 自由 原來自由 就是口罩都不戴 但是在沒有疫情的情況下 當然是可以完全不戴口罩 但是當有疫情的時候 口罩就已經不是 單純是一個自由的問題 是啊 因為你戴口罩 是保障自己 和保障人的 這個是人的生命安全問題 已經和自由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人的生命 是比自由重要的 你人的命都沒有 怎樣自由 我們看看 現在在英國那邊 其實是有戴口罩的政策 包括在公共交通的時候 的士 一些交通的熱點 例如機場 巴士站等等 然後在商店 超級市場 購物店等等 很多的公眾場所 都是強制要求 需要戴口罩的 很合理 香港都一樣的 我們現在看看 英國的感染數字 英國到現時為止 他的感染數字 是429萬6千人 而他的死亡數字 是12萬6千 即是說 每100萬人 是有1851人死亡的 如果香港是根據這個比例的話 香港是已經死亡了 13882人 都挺誇張的 即是不要說 死亡數字 達到13882人 我們香港 只是說感染數字 都還未追到他的死亡數字 我們現在最新的數字 是11380人 香港有一群人 經常說 不自由無靈死 今次這個示威事件 他們是為了自由 說不戴口罩 香港那群人 是應該會支持他 還是不支持他呢 其實香港也有兩批人 有一批都會趁他們不戴口罩 而支持不戴口罩那批人 主要是陳雲那群支持者 大家記不記得那個徒弟 中出樣子 還有就是巴屎女 還有鄭錦滿那批 都是不戴口罩 亦都鬧出了一些很醜樣的事情出來 他們不戴口罩的原因 就是半徹始終他們以往一半的送念 就是自由是戴L的 無論任何的事情 都是不可以去壓制他們的自由 疫情都不行 其實就好像大家記不記得 以前大武山沒有一個女人說 我要上去 這是我自由 其實我們說是你死你死吧 但是當你的行為 是會影響到我的時候 那個就不是你的自由問題 那個就是大家的問題 因為你說你有自由 那別人都有別人的自由 我的自由 我也想選擇生存 對嗎 大家要記住 最基本的自由就是生存 我連生存都沒有 我還有什麼自由 是的 黃營裏面 都有人支持戴口罩 我們就在立場新聞的留言中 看到他們互片 我們現在看看留言 有個人說 Support 太多些羊未睡醒 這幾年有很多反疫苗的資訊被人封殺 真相都被抹埋 趁現在還可以上網 就快點去找答案 遲些你想找就難了 這傢伙是支持不戴口罩的 還有他的病人都不聽 很嚴重的 他就覺得反對疫苗的資訊被人封殺 被全球封殺 但其實他的立場都沒有封 他們日夜在反擊 何時有封過呢 所以他們的病是很嚴重的 他們覺得外國外連這些不戴口罩的自由 都被人剝削 是完全不科學的 其實他們的病真的很嚴重 在英國示威的片段流下 有很多人說 他們還可以示威就好了 香港已經不能遊行 其實香港不是不能遊行 是因為當時他們遊行暴動 所以才會發出不反對通知書 其實如果你們不是暴動 是可以遊行的 但是他們是以為自己不能遊行的 然後我們又看看另一個留言 這個人的標籤就是 Stand with HK Fee HK 然後又有個黃色乳衣的背影 一看就即是黃人 那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我理解反疫苗 但是不理解為何反口罩 是 那你都還有少少正常的 是 其實去到這麼極端的情況下 他們就會醒一點點了 是 他們都會分得到 其實戴口罩是科學來的 是 不是情感上 不是情感 即是不是極權的政府 叫你不戴口罩要控制你 是真的要為了抗疫才叫你戴口罩 而且是互相大家去保護 但是有一批我們剛才說的熱狗派 就是反對戴口罩 他們貫徹始終為反而反 反到底 那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在別人的留言那裡就說 其實口罩的作用主要是給有病的人戴 有病的人不戴 反而要強制沒有病的人戴 是不對的 那整句話其實很多問題存在 很多問題 第一就是 誰說有病的人不戴 有病的人也要戴 沒有病也要戴 還有就是 當你還未被檢測速 你是有病的時候 你怎知道自己有病 那這個過程裡面 你不會傳染給別人 所以其實是大家互相去保護的作用 還有看他們的留言 就看到他們自己是幾衝突 還有幾亂無倫次 是啊 所以在這件事 剛才我們說的 極端的情況之下 這批黃絲 就有兩批人 我們剛才說 是陳雲派 和正常少少少的黃絲 就會看到原來極端的人 是很不科學的 是會為了所謂的自由 去做一些很不合理的事和行為 對 反過來 你們所說 你覺得他們為了自由 去做一些不合理的行為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想過 其實 我們都是這樣看他們 對 我們同樣地都是覺得 你為了所謂的自由 做一些是很不合理的 是啊 其實我覺得 當大家去抽身出來 沒有了政治的時候 相對地是容易些 去看到事情的爭相 是啊 如果不是站在反中的立場裡面 他們是識分是非的 但是當去了反中和仇中的立場的時候 他們就分不到是非的 有一個就是陳雲的朋友 是自由到口罩都不戴 那批來的 他就說 我聽過有醫生說 都只是當一個感冒看袋 不是什麼恐怖的病毒 恐慌是來自於自己 很多事情不清楚 他的勇敢 反而是來自於 他自己對很多事情不清楚 是的 他的魯莽 應該說 是的 美國已經死了幾十萬人 英國剛才我們都說過的數據 十幾萬人 所以我覺得 他的勇氣 是源自於無知 那樓下就有人反駁他 就說很多事情自己中了不要緊 傳給家裡老人家就麻煩 跟恐慌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不想找自己家人離搏 其實這些就是理性的黃絲 但是其實這一句說話 就是剛才回應他那句說話 放在政治上面都說得通 為什麼會放在政治上面都說得通 就是因為其實他們政治現在說的 全部都是恐慌的 是的 怕這一樣 怕中央會 沒有民主自由 然後收回他很多東西 然後又說 政府的警察就殺了很多人 這些全部都是恐慌的 所以他們這一群比較清醒一點的人 看到他們反對戴口罩的人 其實你們應該冷靜一點 看看這兩年裡香港發生的事 其實是不是都是類似這樣的案子 其實我們看到 英國這一群人 他們真的中了自由毒 連口罩都說要不戴 要拿這個自由 這一群人是很極端的 我們看到自由不是大了 如果自由是大了的話 那不需要法律 其實某程度上 法律都限制了你們的自由 例如你不可以打劫 你不可以打人 你不可以搶東西 法律是限制了這些自由 如果這些人覺得自由是大了的話 那就是他們不用守法律 即是原來打劫 打人都可以的 其實我們都認同要有自由的 不過自由是有限制的 並不是一個沒有上限的自由 那第二單新聞 就是有一間叫做人宅醫務中心 這一個診所的醫生 就叫劉東華醫生 他的診所就展示了一幅圖 這幅圖是比較科興疫苗 和復必泰疫苗的比較圖 那他就寫著 就說生產商的信譽 科興是信譽不好 而復必泰就是國際聲譽良好 那麼下面建議那裏 科興是不打 復必泰就是打 劉醫生自己 科興是不打 復必泰就是打 還有袁國勇教授 都被人放了上桌 就說是不打的 而這個復必泰就是打的 哇他講得跟袁國勇很熟 那袁國勇之後就回應了 他就說他是不認識 這間診所的醫生劉東華 他說他自己也沒有叫人不打科興 還重申民眾應該按照自己的情況去選擇疫苗 他強調他自己一貫的立場 是呼籲大家按自己的條件去選擇 接種疫苗是保護自己 而提高香港的群體免疫率 還有整件事來說 我覺得他的圖有些誤導的成份 第一就是他先放了袁國勇醫生上桌 剛才袁國勇醫生回應了 另外就是他也有一個建議那一行 寫著不打科興 但是復必泰就打 那麼他的不打的建議是從哪裡來的呢 我不知道他從哪裡來的 他自己個人想法 自己個人想法 根據這個香港藥劑師協會那個研究的報告 也都出來了 科興的疫苗的副作用是相對的少些的 復必泰的副作用是相對的多些的 但是他就直接說 就說兩個疫苗是大致相同的 那麼這句話其實都是非常有誤導 整個information是錯了的 那麼有記者知道這件事之後 就去採訪這一間醫務所 那麼他就發現這個醫務所 有一個年約二十歲的護士 就是長頭髮紮著邊的 那麼他就不停跟長者說 就說科興的副作用是很大的 而且很多人因為注射了就出事了 注射了之後還會有抽筋啊 頭暈啊甚至死亡的 還問這個長者 你是不是依然要決定打啊 就企圖想阻止這個長者去注射科興疫苗的 衛生署是有個疫苗資助計劃的 那麼這個計劃是會向私家診所發放一些資助的 那麼譬如如果第一針的疫苗呢 醫生是可以獲得八十元的資助的 那麼如果是第二針疫苗的話呢 是可以獲得一百二十元的資助的 那麼看這個醫生的做法 他應該是很不喜歡科興疫苗的 但是奇怪呢 就是這個計劃是自願參與的 其實這個問題現在就出現了在這裏了 這個計劃是自願性參與的 但是伴乎這個醫生 我想他的立場上面 是非常之反對去接種科興疫苗 都是仇中立場來的 都是仇中立場的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 比較令人擔心的問題出現了在這裏 就是這一間診所 他們的立場是這麼反對科興 但是在他的診所裡面是可以接種科興的 那整件事很害怕 是啊 因為原來他們是很仇恨這件事的 都很危險的 那種感覺是 逐隨針板上任你沒有 是啊 你真的不知道他會怎樣做的 真是很牙煙 那我們發現 原來這個劉東華醫生 他是有一個黑歷史的 那麼他就在2014年為一個女病人 治療雙腳的皮膚病的時候 那這個病人已經跟他說了 說他對兩種藥物是有敏感的 但是這個醫生呢 仍然開了一些會令他敏感的藥給他 結果呢 就搞到這個病人要去了急症室 之後呢 還留院留了4天 後來呢 他是需要服用抗敏藥呢 才可以康復的 醫務委員會主席劉韻儀就說 他說這些藥物敏感呢 後果可以相當嚴重的 甚至乎可以威脅生命的 所以就裁定他一項專業失德罪成 判他停牌了一個月和換刑一年 其實這一個都是幾嚴重的醫療事故 因為正如剛才劉韻儀所說 嚴重到是有機會可以致命的 是啊 還有人家已經告訴你 為什麼你都還照開呢 所以其實有三個可能性存在的 第一就是這個劉醫生 就是缺乏專業的知識 他根本就不知不懂 這樣就亂開 亂來 這是第一個可能性 然後第二個可能性就是 他根本沒有心臟在 沒有聽過病人說話 沒有將病人申報的病力 放在心上去做一個專業的判斷 這是第二個可能性 第三個可能性就是 他包含了1和2 又沒有能力又沒有心臟在 但是歡符看看這個人 現在做的所作所為 我覺得第三個可能性的機會 比較大一點 就好像那些問答題 一是A一是B 一是就全部都是 兩者皆是 兩者皆是 那好吧 我們講第三個新聞 藝人楊子瓶 他曾經在電影上 是飾演過昂山素姬這個角色的 楊子瓶就在他IG上貼了一張照片 那張照片是他舉起三隻手指的 他就說 要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 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必須透過和平方法去達致 並須要冷靜的情緒和清晰的頭腦 他呼籲各方以尊嚴相待 並且尊重基本的人權 這是令緬甸生存和成長的唯一途徑 那張照片之後 那幫黃絲和杜汶澤就罵他 我那隻巨型單細胞 這些東西一向都出了名 是沒什麼思考能力的 下流賤價 就專門拍一支販賣 杜汶澤就說 如果你是極權的國家 一定要有錢 這些貪威色色的藝人 才不敢說你半句 他說過貪威色色的藝人 是不是他呢 其實應該是他自己 這麼多年來 這條粉腸 都是再浮再沉 紅不起來 其實這幾年做到風山水 是靠什麼 抽政治水 還有他說的極權國家 他真是大膽 他敢說美國 他說 因為他們只會站起來 對抗窮國 均不見八九年的時候 大家都高唱民主歌聲 獻中華媽 所以做人也好 做什麼都好 最重要是有錢 但這個是很正常的事 我覺得現在中國發展得這麼好 人民生活得這麼好 這麼有錢 煩什麼鬼 去反對政府 你去對抗這個政府 你其實最終都是想他做得好 跟著所有的人可以生活附足 是啊 他是錄頂記那套戲 葦小寶問陳近藍 為何人民生活這麼附足 你還要反清復命呢 跟著陳近藍就帶他 因為反清是我畢生的志願 但是他有一點點不同 他反中是為賣吃的 其實杜汶澤分分鐘 是啊 因為他都說 最重要是有錢 是啊 他自己吃了誠實豆沙巴 他就說 沒有什麼事 我先進廁所嘔先 嘔完 我還有很多會要開 很多錢要賺 其實我看到他就真的想嘔 說真的那句 其實是對的 他進廁所會看到鏡頭 看到他自己 所以就先嘔先 那也是正常的 還有那幫泛黃的陣營 包括這個杜汶澤 就批評楊子晴 就沒有為香港說過任何的事情 第一就是 為什麼他覺得楊子晴 一定要為香港說話呢 他可能根本從來都不支持你 所以如果他都不支持你的話 他不出來說你是暴徒 都已經是給了你面子 是不是這樣說 其實楊子晴是黃是藍 我們不知道 但是聽他剛才說的那句話 必須要透過和平去達致的話 我覺得他應該不會支持那幫人 九成都是的 第二就是 我們看回楊子晴在緬甸 這一個事情上面說的說話 我覺得楊子晴根本就是不會支持你 因為香港發生的 絕對不是一個和平的方法 你不要跟我說 你扔汽油彈去很和平才行 其實那幫人是用暴力的方法 如果楊子晴是支持和平的話 他應該不是黃 他反對暴力就是藍 還有另外我們看到一件事就是 那幫人是非常自私的 因為現在緬甸發生的事情 其實是一個悲劇 如果你是站在緬甸的人 那裡的立場的話 其實如果有人去幫緬甸說話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要放下自己去支持他 他應該是支持 應該是支持 但他們一想就想到自己 是的 一想就想 你為什麼不幫我 你只是幫別人 這些是自私的人的想法 因為自私的人 第一時間就會想起自己 如果不是自私的人 他們會覺得 挺好 緬甸的人那麼慘 有人幫他發聲 是會用這個角度去想的 但是他們不是用這個角度去想 只是想 你為什麼不幫我 這些就是一個很自私 和人品很差的人的想法 沒錯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記得要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和按下旁邊的鈴鐺 還有要留言告訴我 你對這段影片有什麼看法 最重要是要廣傳我的影片出去 令更多人聽到正常人的聲音 人人做文宣 你我都有 下次再說說 拜拜